大家好,今天一道早起来 气温突然下降的二十来度 终于有了进入冬天的感觉 也正式挖冬省的时候到了 比我年要来的晚一些 今天下了一点小雨 据说会下小雪 还是阻挡不了挖冬省的热气 今天来到这片山 好了,跟着我个镜头,出发 你上来就在这个地方整了一个裂 看来有个稿 哇,这个好 看样子可以半进去上了 这个有六两 我说这个内方怎么这么大 你看,没想到这边还有一个 这里可以 这边边还没有 哦,又来货了 这个土特别松啊 难以啊 看到这个边好 咱们要追追 还是找内方来得快 这两个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小点 哎呦都挡到这个石头下 小破 这一个 也够了三层 找到一个裂缝 一挖开 追过去收获几个冬层 像这种地方都是特别好的 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 这个旁边 像这种有损窝的地方 应该旁边还会齐省 先找一下裂缝 不像 一定要仔细观察 因为这里树叶比较多 一般是很难发现它 你看在这个树叶下面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被这个叶子盖住了 在这里 一挖开 刚长起来不久 刚一上来来到这里 本来不想开挖的 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 竹子并不是很好 没什么两年的竹子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地方 为什么会产这么多省 这一块并没看到什么 两年的竹子 都是四年的老竹 然后在这个地方 找到一个裂缝 一挖开的话 这个土特别松 所以这种一定要追一下 这种地方很喜欢齐省 然后一追过去 这里还有那边 都是这后面 这两颗老印竹的分边 四年的竹子 这种竹子一般冬省 产在分边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竹叶 竹叶还是相当的茂盛 我们挖挖冬省 一定要观察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喜欢长省 这样我们以后挖 就更有经验了 当我们看到边上有印竹 有这种退层口 我们也要挖一下 这个土还是蛮深的 看看这边上有没有水 你看 你看 就喜欢往这个地方找 所以我太重了 不大 我太重了 我太重了 好 哎哟 哎哟 还好没伤到漏破了一点皮 这一段那边的竹边基本上是不起省了 越来越粉嫩 刚才挖的这一根 是这根竹子的分辨 应该是长完这根竹子就开分辨 然后这边是人家挖过的 看只这一段了 应该是没收获啥省 但是不放心 然后在这个坑里 挖过的坑里 我再清了一下 你看 往这个位置退回来 这湖系已经漏出来了 看没有 可能是刚挖的时候 人家没注意 因为早期的话省不是很大 下面这个省压 还有一个又一个 但是这上面好像看不到裂缝 我还有个大锅在里面 哎呦 还长了几根呼吸这么小 《搜尘》 艳子飞回来 满山花而开 最美的你在为我等待 笑着哭出来 慢慢都是爱 今夜温暖时时才在 沙头特别松 最原型的 刚一上来就挖了几个 你们今天可以收获不少 没想到今天上午就这一点 可能来不到十斤 就这个还大一点 这个有六七点 基本上都是三十两点多 还是在这种山边 这块平地上挖的 稍微往边上一点 或者往上走一点 基本上就很小了 甚至没有 虽然这场已下了几天 但是一时半会儿还没反过来 还是要找以前相对室内人的地方 你们不知道你们那里东省 现在长成啥情况了 听说有一斤的大祸 今天还没挖到一斤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现在降温了 大家应该注意保暖 再见